大家好,欢迎收看,茂声说。 房地产等投机狂热引起的经济虚假繁荣现象,表现为市场存在普遍的投机行为,股票,房地产交易活跃,价格迅速上涨,但由于缺乏长期生产性投资,生产停滞,实际经济水平提高不多,行市一旦暴跌,表面繁荣即会破灭。 起源,这一词可追溯至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,当时南海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授权下垄断了对西班牙的贸易权,对外鼓吹其利润的高速增长,从而引发了对南海股票的空前热潮,由于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,经过一段时间其股价迅速下跌,犹如泡沫那样,迅速膨胀又迅速破灭。 其他早期的泡沫现象还有荷兰的郁金香事件,法国的约翰·劳事件。 泡沫经济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偏离,即虚拟资本超过现实资本所产生的虚拟价值部分。 举个例子,小王星买了一台电视机,屏幕高清,声音高清,还省电,人人看了个个都说好,消息一传出,小区的几家邻居也跟着去买了,大家使用后都说这种电视机名不虚传,都说好。 于是消息越传越广,附近这几个挨着的小区的人都跑去抢购,买的人多了。 原本只要一两千的电视机涨到了几千块一台,泡沫开始形成,一传实实传百,这种电视机就被传到了网络。 本地的电视台报纸,还有一大批自媒体都上门采访报道,这一炒作使得电视机的名气越来越大,价格一路飙升到上万元一台。 后来,有些人看到了电视机的价格涨得如此之快,便开始有了投资的想法。 因此,很多人拿出存款和想要投资的钱来购买电视机,等着电视机再涨到更高位时,卖出赚钱。 更有疯狂的是一些人为了买入电视机,有人竟低压了房子和借高利贷,泡沫继续膨胀。 电视机的价格继续飙升,原本一两千的电视机就是现在竟然被炒到了上百万,泡沫到顶峰。 但是,在这个过程中,有人发现由于太多人都买了这种电视机,导致市场上的资金变少。 因此,能买起电视机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,电视机的市场变小了。 到了此时,终于有人看清,电视机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顶峰,于是,开始售卖手中的电视机。 但是由于,市场资金变少,此时已经能买得起电视机的人很少很少。 而且,发现这个真相的人越来越多,大家都开始担心电视机砸在手里,于是开始降价,价格一降再降,此时已经没有人再来接盘了。 真正有看电视需求的消费者,在等最低价。 最后,大部分后,进入市场的人都是高价买入最终砸在手里。 钱没了,房子没了,高利贷也还不上了。 泡沫破灭 在真实的市场中,这个泡沫是很难被清晰准确界定的。 当某一样产品或资产的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它的正常价格时,泡沫就已经产生。 而在泡沫真正破灭前,大部分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或者承认自己手里持有的东西是泡沫,都不愿相信自己都是接盘侠。 大家更愿意相信,总会有下一个人冲进市场,继续当接盘侠。 而殊不知,自己才是倒霉鬼。 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,17世纪荷兰发生郁金香狂热,17世纪日本江湖时代的原路泡沫经济,18世纪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经济,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,1994年墨西哥为主的中南美洲泡沫经济,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,1999年至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。 2003年美国为主的全球房地产泡沫经济,2007年美国为主的全球金融海啸经济次贷危机。 最后,感谢你的收看,我是茂生。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,麻烦订阅我们频道。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